這間就叫做泡麵土地公 求什麼都有營業 而且吃的越來越旺 眼前一片通明 我們不是要吃宵夜 為什麼來喵這裡 吃宵夜要先拜拜 就像國外的外國人 他們會在吃飯之前怎麼樣 先禱告 合理吧 你家裡大拜拜 是不是拜完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像普渡的時候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欸 你這麼講啊 這樣還蠻合理的 對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吃很厲害的東西 就要先拜拜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尤其重點來了 你拜過之後這個東西吃起來更好吃 更好吃 這才是重點 別有一番風味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要幹嘛 先拜拜點香 我們六個人包含李奇的 我們都算在內了 好不好 好 來 來吃這個宵夜 真的是一定要先拜拜啦 一定要先拜拜 他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一定要跟他們講 這個拜完之後 東西會更好吃 而且吃的越來越旺 不是這樣嗎 我很需要欸 那個味道是旺不良的 好不好 先發 金錢 金錢一分金錢 重點是要跟各位說 剛剛有一個東西 我們忘記拿進來了 我們在拜拜的時候 必須要 在伴手禮 我們伴手禮 來 你看 有沒有 伴手禮 就是每個人都會拿到 阿為什麼伴手禮是這個 這個伴手禮就掉到地上了 這個是對神明非常不敬的傢伙 這個好 你看 又贏了 請把不吃鳥 剛剛有人問到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要帶這個來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的宵夜了 真的啊 阿我剛剛是不是有跟你講一件事情 要先拜拜 就代表著你這個東西 要拿你神明一拜 拜完之後 金錢燒完 這個時候神明是不是就拜完了 這個東西會怎樣 保兵啊 是不是很保佑了 很保兵啊 神明小孩子叫我家耶 這兩個男朋友不知道 所以我們快點拿過來看 好不好 快點快快 啊這樣子啊 大碗了 就這樣 這個我們用補飯的就可以了 因為還沒在掃薪池 所以都還不算所有東西拿走了 好 我跟大家解釋了 這間就叫做泡麵土地公 那這土地公喜歡吃泡麵喔 不是這樣子 這交由有超老師在講 來我講我所知道的部分 我所知道的部分就是當初 泡麵土地公是剛剛肉圓有所講到的 然後最主要是當初 大家來拜這個土地公的時候 就是都搭著泡麵過來 然後拿著泡麵過來的時候 結果怎麼了 大家不帶走 然後都把泡麵留在這邊 從以前到現在 都一直這個常態下來 所以大家都習慣性的 把泡麵拿過來這邊 那個泡麵留在這邊 他們也不是說拿去丟掉幹嘛 很多人都會來這邊吃泡麵 很多人會吃這個宵夜 然後當作宵夜在吃啦 那種感覺就是 大家都是以為這種東西是常態 所以認為說 欸你來拜拜我有誰來炸泡麵 變成一個文化喔 對 就一直常態是這樣子 我知道的這方面是這樣子的 看法完有沒有 另外一個解釋 在中寮這地方 前不著村後不著那個 店的 對 專門需要加油喔 對 然後 這邊要買一個貢品呢 是比較難的 那又要讓主地公有吃到肉 又有吃到這些貢品 那就是去買泡麵來放 然後久而久之呢 那拜了泡麵 就變成一個文化 因為他沒有帶走 他不說你買一碗 他這次要買三碗 但是他起來跟一個人而已 一個人買三碗 吃一碗 春碗 再買人就有二碗 就越來越多 之後呢 人家看到這邊很多泡麵 就帶泡麵來拜 然後因為很靈驗 求什麼都很靈驗 尤其是求那個素食方面的 然後中的人 人家就搬泡麵來這邊還願 放著人家就吃了 吃了那些人 人就認為說 欸 那我下次來的時候 那我再帶泡麵來滑 這種概念就是繼續放著 就一直流傳 一直流傳 泡麵就吃不完嘛 其實說真的 這就是一個文化成縷 就是他特別的地方 宵夜 就是我們的泡麵 改天 去草老司家就是帶現金去 就放三千 然後帶一千走 十個就完了 這是一個文化 喂 炒麵在幹嘛 沒有我在看說 為什麼會有人放這個沙子在這邊 我在研究這些香的那個 燃燒的過程 全怪伯伯 我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 如果說你真的看得出來的話 你就不能去講出來 我真的有看到一個東西 你看到就好了 是數字嗎 真的是一個數字 哪一盤 左邊 喔 那我跟你看一樣的 我幾個也有看到 跟你看一樣的 對 這裡呢 土地公 越晚越多人辦 想當初那個威力財 我們忘記來這裡 哇 對啦 幾億啦 幾億 我那時候幾億 忘記了 31億啦 今天主要的目的 是做什麼呢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快點來吃我們的宵夜了 好不好 眼前一片光明 他有說什麼臉要這樣 瞬間看不到泡麵 看到棉盤 你給我下麵嗎 我可以再吃一碗 不要啦 那間很漂亮 他腿還蠻粗的啊 他也是吃泡麵 要喝奶茶啊 那這一罐是什麼 他都有 他是吃泡麵再喝奶茶 我跟你們講 女生宿舍張梨 完全沒在喝水的 一對一下好不好 來看一下 哇 不要欺負他啊 八成的 八成的保養瓶 三歲都是他大人的 我真的很討厭你知道嗎 他只不過要去泡個泡麵 怎樣你要弄他 要吃泡麵就是眼前拜拜 這個泡麵會更香 我們各位要講自己的心得嘛 對不對 來這邊 先問張梨好了 張梨本身不是我們的中部人 他是南部人 高雄有沒有 就是比較類似像這種 比較有意義型的一種廟宇 還真的喔 沒有 就特殊的 特殊的 喔 喔 我們如果 高雄有一個山太子有沒有 因為人家都知道山太子喜歡吃甜的 他們就會去拜糖果 然後那山太子就很開心 然後就會吃 就這樣 就是他去信徒去的話 共同就是一定會準備糖果 你知道我講叫做什麼 這個是還蠻一般般的啦 因為山太子本來就是都吃糖果 因為他是小朋友 我知道啊 就是他的興趣大部分都會 一定會受糖果 就跟我喜歡錢 你可以拿錢給我一樣 然後我覺得今天第一次來這個 泡麵前面我覺得很有趣 第一次吃到 帶泡麵來這邊 然後拜這樣吃 在廟宇裡面可以吃到泡麵 然後跟你可以再過來拜拜的意思一樣 這樣才有多了一個南投可以去的地方 就是如果說你在南投 有時候可能 沒有拿三餐烏飽的時候 可以在那邊吃一下泡麵 對 只剩下便利商店的時候 你還多了一個選擇 可以吃泡麵 如果三餐烏飽 我一定去你家 有聽說你們家 桌上一定都會有食物 絕對不會坑的 我們有守衛 可以把你躺到外面 台南的廟宇好像沒有這種文化 今天第一次來我也是大開眼鏡 就是比較沒有特殊型態 對 就是可能一般你都還都有聽說過 對 而且這種地方其實 24小時開他也沒有在關門 所以有一些 可能沒有要回家的朋友 很多肚子餓也是可以來這裡吃 但是講認證的喔 這邊的東西 我們拿應該拿著就好了 就比如說一碗兩碗這樣子就好了 不要說一整項整項的帶走 之前有新聞 整項整項的抱走 而且一次抱了幾項 在這裡吃就好 如果是你自己帶來拜的 然後你扳回去就算了 合理啊 對 他不是啊 是兩手空空的來直接抱了就走 畢竟是一些信徒人家自己的心意嘛 對不對 然後而且會留給需要的人 如果真的想吃在這裡 當然吃也不會有人講話 不會 對啊 我們台灣很多的廟宇 都有很多不一樣的共同 像我拜金虎爺 他們就拜那個雞蛋 真的雞蛋 在新港碰碰碰 一樣人家去還願 他會帶很多的雞蛋去 雞蛋太多了 他們拿去做什麼 做蛋捲 然後分給大家 去給大家吃一天 把雞蛋呢 一些部分給那個 育肉院 給他們租早餐 然後給孤兒院 有一些需要幫忙的 剩下的雞蛋拿去做蛋捲 分給大家吃 拜拜 這也是另外一種 對神明供養的東西 然後沒有帶回去的一個方式 在雞蛋這邊吃泡麵 來這裡吃泡麵的 其實都是來這裡 求到他想要的東西 你就會來還原 不管求什麼 可能像你如果求到姻緣的話 你可能就要開三噸半 再一船過來這樣子 等一下請問一下 我的姻緣是很難是不是 還要開三噸半 沒有我是這樣比喻啦 其實拜神明就是新陳哲理 比較少到這種就是 很常態就是有這種東西可以吃 因為有的廟宇就可能 壽天公他是過年是要有那個 米糕 可是他只有一年就是只有那一次 這個是常態 在廟裡拜拜吃東西就是 保平安啦 一個心意就是大家有那個心境去拜拜 然後就可能拿個東西去 看他拜什麼吧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 確實是蠻特別的一個地方 我相信台灣人應該有一半的人 以上應該都知道這個地方 然後有時候啊 你一些朋友 如果肚子餓了 想聊聊天 還是想拜拜 都可以請你來這邊走走 來這邊又不會吵 因為像北部的朋友 可能我們去到北部玩 會說 欸那不我們來紅蘆地啊 對對對 那個就平常我們不會去的地方 對對對 那相對如果外線是來 那我們可以帶他們來這邊走走 對 沒錯 那在這邊吃的人呢 盡量音量不要太大聲 然後桌上自己帶來的垃圾 都要自己整理好喔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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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